火灾发生时,小朋友该怎么做呢? 首先要大叫失火了,提醒家人逃生。 再来要和家人确认是否能够逃离现场, 像是触碰门板与门把的温度是否正常, 并观察门外有没有浓烟。 确定安全后,就要赶快跑下楼逃出去。 发现有浓烟,记得将门关紧, 躲入有对外窗户的房间内拨打119,等待救援哦。